谢谢大家 请坐 何院士 您看这满屋的年轻人 都一直坐着听您开讲 您需不需要 我给您准备了一个椅子 没有 没有 我跟研究星讲课的时候 有些唱三个钟都很平常 主要你们愿意听 我都能讲 刚才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通过央视网 把您的演讲图文 在网上进行直播 很多的网友 都一直在参与提问 估计是这当中有专业的同学 就非常感兴趣说 何老师有没有带 当年您的设计的手稿 我告诉大家 手稿我是没带 但是有一个故事 彻底震撼了我 这个故事您先给大家说说吧 这是应该是在 这1964年 我当年就生的时候 当年我的导师 指导我写的研究生论文 是医疗建筑的 医疗 就是医院 相当于医疗 就是我做医院的研究 我60年到了北京 收取资料 我借到一本书 英文书 但是它是寄给我三天 只能给您看三天 不能拿走 不能拿走 我住在西单教育部附近 一个小交代所 连桌子都没有 我狠心买了透明纸 把整本书 原样的抄录下来 这本书 一共 六十一面 十六万 七千多个字 包括图形 很多图形呢 我也没带词 我就是头手把它搞起来 谢谢这本书 三天 一本英文原版书 我告诉你 精细到什么程度 我看了以后 叹为观止 我觉得这哪是 抄下来的一本书 这是一部艺术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看这每一个单词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 何老图手画的图 没有带尺子 扶手画下来的 照着书上的每一个图 最后还有震撼的 这是个建筑平面 对 这建筑平面 这都是图手画的 还有更震撼的 何老在借给我们之前 自己做了详尽说明 手抄本 原稿 括号 三天时间抄完一本书 语气中透露着 骄傲和自豪 括号 连封面 61面 每页55行 每行约50个单词 每页共2750个字母 总共167700个字母 这还不算什么 最让我震撼的是 何老亲自为这个作品评级 请大家看 真品 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可别弄坏了 就这一本 这是当时您用来抄写这个 这是我当时的笔 这是打开 一个尖嘴 刚笔的笔 然后还得站着墨水 沾沾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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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拿着本书 给我的学生看 他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自己也觉得傻眼了 现在 这是一种动力 一种意识力 的锻炼 一个大师是如何练就的 回去赶紧置办一下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人的特质 往往就隐藏在 这样一些小的事情里 所以年轻人 千万不要小看了今天 你每一点积累 每一点功夫 一定不会白费 谢谢您带给我们的 这样一份珍贵的礼物 我们把它为您收好 您放心 真品啊 这是真品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观众给您提的问题 一个同学问 说何院士 如果在您灵感枯竭的时候 突然交稿的时间到了 您怎么解决 这个都常有的 经常会 有些想到就想不出来了 但是时间到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这基本都是要解决它 你必须把最基本的 功能 基本的交通流线的空间处理好 因为建筑的东西 它没有维性 没有最好 想办法更好一点 想不出来 这是常规有的事情 不过都是你中票了 所以没问题 这次想不出来 我刚才杀过就会闪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时间到了 你就交上去 交上去之后呢 那就看运气了 万一别人比你更没灵感呢 对了 还比你还想不出来 对 你就中标了 然后中标之后 你再慢慢地去提升嘛 不断地提升 对 不断地提升 所以不用着急 我觉得何院士 给我们带来一种 特别好的心态 而且何院士 我不知道您 没有灵感的时候 您是不是就拿几个苹果的 找一找 对 我们愿意找一找 走一走 聊聊天 玩玩滑板车 聊聊天 对对对 跟你的同事交流一下 我想启发一下 我也有新的想法出来 来 六位青年代表 何院士 小萨老师好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 一名研究生 刚才听了您的演讲 有一些困惑 想请教一下您 就是您曾经说过 建筑师是非常需要 经验积累的 那我们入学之前呢 我们的老师就已经 积累了很多的设计经验了 我们毕业以后呢 我们的老师依然在做设计 那么和他们相比 我们好像 很难再赶上他们 讨厌 对 那么我们年轻建筑师的 核心竞争力 究竟在哪里呢 他的意思就是 老师们是他最大的障碍 一个建筑师 要有很广的知识 要业爱生活 找到社会中去 我常常都是 只要有机会 我都去参观 就去考察 我每次出国去 坐那个旅游车吧 我都是第一个 跑到外面的 墙着去了 最后一个赶回来了 你肯定 可以从老师里面 学一些最基本的 老师教你是一条道路 一个方法 而不是具体的知识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自身 科学技术最发展 现在我们在提升 创新性的学习 最后你肯定是 超过老师 我们过去说 也有自相 还有承相 现在还有 非常重要一个 意相 意相是意力的意吗 就是要逆进 不是顺进 逆进 逆伤 咱们那个广州话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 对年轻人很重要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乎 情商 智商 但是还有一个逆伤 逆进当中 逆进的能力 对 这是碰到困难的时候 不顺利的时候 你怎么很快 转回来 也不去想它了 往前走 谢谢何院士 就是我作为 可能是学建筑的学生 对于日常生活中 城市的设计 也会感到有一些困惑 比如说 当我去公园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很多的 石阶呀 或者鹅卵石 铺成的这样的小路 可能就看起来很漂亮 或者比较美观 但实际上 可能对于比如说 主拐的老年人 或者婴儿车呀 轮椅呀 就非常的不便利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说 现在的这些设计 都是为年轻人设计的 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在考虑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更人性化一点 所有的设计都考虑人的需求 特别是公共的地方 只要考虑年轻人的需求 也考虑不同年龄的人的需求 很多路啊 专门教官老人啊 小孩啊 还有所有的工厂 都要注意一下 被遇啊等等 就是不能只考虑 好看 以人为本 考虑人的需求 是一个最大的前提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 就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其实在于 它的这些公共资源 有多少 是为那些 非常弱势的群体准备的 对的 你比如说 一个公共场所 一个公园 你考虑了99%的人 你有没有考虑那1% 这1座轮椅的人 你的那个设施的高度 有没有考虑过孩子 就是这个社会当中 最弱小 最需要帮助的那个人群 如果你的考虑 比平常人更多 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谢谢小范老师 下一位 来 小菲老师好 何老师好 我是去年刚刚 从华工建筑学毕业 然后现在在北京大学 读景观专业的学生 这老师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我对您的印象 都很深刻 我第一次见到 何老师的时候 是我高中的时候 当时何老师来我们 学校做讲座 当时就放了 他年轻的照片 特别帅 这用现在年轻人的 时髦的话讲 叫侧脸纱 对 然后当时觉得 何老师的一生很精彩 这也让我萌发了 来读建筑学 这个专业的这个想法 后面我大学 进到建筑学院之后 当时有个叫 新生面对面 这样的活动 当时何老师 还是我们的院长 然后有一个问题 当时就在年级 引发了一个 很激烈的讨论 就是当时有学生 问何老师说 我们设计课超级忙 然后每天都要画图 都没有时间看书 然后当时何老师 一脸很认真地说 怎么会没有时间看书呢 我每天画图 画到十一点 把图板收起来 我就爬上床 开始看书 看到一两点 然后第二天 六七点起来上课 每天都很充实 您是一直这样的 时间安排吗 从年轻时候开始 对 现在晚上 大概十一点 就要睡觉了 您几点起床一般 七点就完了 七点 当时老师回答完之后 同学觉得 无法接受这个时间表 大家都很敬佩何老师 能够那么多年 就是而且还很健康的生活 何老师有一个建筑 在我们学校 比较有名 叫义夫人馆 大家都知道华工呢 它是一个理工科的学校 所以大家都吐槽 我们的学校很直男 但是我觉得义夫人馆 是一个就是给我们学校 增添了很多浪漫气息的 一个地方 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作品里 都有这种清水的 跟水互动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是否想用水 来营造一个怎样的氛围呢 也叫做水 我从小 我家乡 我住的地方 门口就是一条河 所以很久跟水都结了缘 水 它有灵气 它有活力 它很生动 为激发人员的情感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没有隔墙的风格 只会做到不同功能的一种分界 比如说我最近搞那个大厂民族工 现在这个水很少 只要一点点 然后这个身体只要几公分 另外水的导影非常漂亮 对 像镜子一样 比如说那个青岛 上海组织会议那个会墙前面 我一样的水 这水只要五六公分 但是正面一样 把整个建筑的导影 飘出来是非常漂亮 因为它全面就是自然水域了 就是这样 后面还有水 后面还有水 就是我的一种最爱 我们之前也听何老师说 您设计了两百多所的高校 就除了我们华工以外 还参与了很多学校的建设 然后我很想知道 就是你在建设校园的时候 你最首要考虑的 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做这种校园的建筑 跟你做别的建筑设计 有什么不一样吗 校园的它基本上是 像是一个小城市 教学的 研究的 吃饭的 睡觉的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群体设计 既有一定的功能分区 也不能太严格的分区 其中很重要一条的就是 要强调环境预言 创作很多交流 交往 共享的空间 你谈论很爱要谈论很爱的地方 你看书要看书的地方 聊天要聊天的地方 是一个很生动活泼的一个层面 就是让学生去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寄发一种思维 当然少园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要有色色气氛 特别是老少园 就纯情 少园原来的一些文化的基因 使到一个学校 这个是新改大学 就不大像新改大学是最好 对 这样的话 有文化的传承 有文化的纯情 好的 谢谢黄老师 谢谢小范老师 小范老师好 何院士好 何院士 您刚刚在演讲中也说到了 自己在45岁的时候和自己的妻子 共同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作品 您曾经也说过 作为一个建筑师呢 要把生活和情感 融入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去 所以我们特别好奇您的爱情故事 爱情是不是也会给您的设计 带来很多的灵感呢 所有的工程啊 大的工程都是我们两个的参与的 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机缘 但我们有个特点 我是比较宏观的 大的方案 大的构思 从我这里出的比较多 因为他有的时间 北京事件就写去 他经过了很严格的技术专业 他的施工头能力啊 具体构造啊 比我强多了 所以后面的工作都是他做 这样这个工程就比较完整了 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配 就是刚才捡那些工程啊 全是他审图的 审图是什么意思 就是审定就要他审定 把关 把关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融合 家庭地位一目了然 那你们曾经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 或者是在这个设计当中有什么争吵吗 墙墙建筑啊 有不同的观点就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也时候 一有机会 也得去外面找一找 所以这个衣服前天晚上 他跟我一起去买的 他跳的 跟赛哥在一起 我们都不能掉脸了 平常他跟我一起上班 一起上班 现在也是这样 最浪漫的就是陪师母逛街 对 对 那如果就是今天在现场 让您来构想一下 未来二十年之后 或者说未来一段时间里 您最想和您的妻子 住在怎样的一个房间里 您能现场帮我们设计一下吗 要考您的化工 看来这是 聊聊几笔 那我们应该有点 地面 也应该有点平台 好 你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是 有平台 就出来多一下平台 平台就是可以在外面 在外面 乘凉 聊天 然后这是树 很多树 还有外面有庭园 有庭园 有点水 跳下来 聊聊几笔 让我们感受到 其实在何彦氏心里 田园诗歌的生活 尽管 这么多年 一直奔波在 各种各样的设计 建筑的现场 但是实际上 在您心里 您也为自己 和您心爱的人 留下了一个 小的空间 不那么大 但是充满了 生活的色彩和温度 谢谢 谢谢何彦氏 在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特别的礼物 谢谢何彦氏 下一位 小夏老师好 何彦氏好 那其实在问问题之前 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这是一些在国内外 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去辅助建筑建造的 一些实验作品 就像这个机械壁砌 可以在砌柱中控制 机械壁的角度 去完成这种非常复杂的 造型设计 还可以像这样 通过互联图打印 对 还有金属3D打印的方式 去建造建筑部件 甚至可以交汇机械壁 来建造我们中国传统的 损某木结构 我是一位来自 同济大学建筑学系的学生 我研究的方向 就是数字设计建造 那其实这个方式 跟何老师您这一代的 老建筑师相比 是有些不同的 那您更多的可能是 先从设计概念开始入手 通过画草图 施工图的方式来建造 那我们研究的是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 数字技术之后 我们再怎么去反推 去做出更漂亮 更经济 更实用的建筑 所以我想问问何院士 您又是怎么去看待 这样的新技术的产生呢 它反过来会对我们设计师 有哪些更多新的要求 科学技术的发展 让你不可能 变成可能 参数化学技 3D技术等等 做成很多 过去做不到的 现在做到了 这是非常好 我也赞成 这也是一个方向之一 一个把这种技术 跟文化结合起来 又有现代科技感 又有文化内涵 一种融合 所以两代人互相结合 我们那个年代 他把想法 通过这个表现出来 你们通过用技术来表现 两个结合 做成建筑 因为是非常好的 技术无论怎么发展 它最后仍然是工具和手段 内容还是从人的大脑里出来 技术只是一个手段 对 目的就是要解决好 做一个又好用又好看 又有文化 又跟自然活学的建筑 谢谢何院士 谢谢小夏老师 对我好 玉玉 夏老师好 何院士好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我想请问您 就是在国内外的 一些建筑作品中 有没有您最喜欢的 或者说您从中 得到过灵感的 您认为什么样是美的建筑 我喜欢的建筑 陪塞里古剧院 这个是一个表演的建筑 我去了很多次 从来没有去买个票 去看它表演 都是受它这个建筑 所体现的这种文化 体现到澳大利亚人 那种创新精神 体现这个建筑 跟海湾高度的融合 所感动去看它 我们做学籍的时候 墙墙实陪着一个学籍来了 不是马上动手的 首先我把这个团队的人 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了解具体的地形地貌 了解当时的环境 第二部分了解当地的文化 第三个就是了解同类型的建筑 世界上 哪些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把这三部分人的意见 集中起来 大家讨论 我从那里创新 我肯定要找到一些 比较不同的地方 不要跟着人家找的 这些点 可能就是你的创新点 我说了一句话 不要怕输 输都会赢了 听完何院士的开讲 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中国今天的建筑 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 除了实用功能之外 它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其实建筑设计师 是在用他的建筑作品 说明这个时代 说明这片土地的特质 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是什么样的人 而这个说明书 一旦写就 它会在长时间里 成为别人阅读的对象 是能代表中国 也能让人读出 中国人精神特质的好作品 再一次感谢何院士 今天来到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开讲再见 我希望我们今年的建筑 能够非常适合一居住 非常适合一工作 把所有的地面 都交给老板生活都用的 整个是一个大发源 一个非常幸福的享受的 充满我们的一个